鄉親啊,大家平安,我是曾苗鴻展高修,電機博士啊 今天來這裡跟我們鄉親高娃帝帝 高娃什麼帝帝呢?來呀,下到來 一生多在說謊的李連剉原文 是這樣啦,我今天看到師叔在說,說全國安局局長陳明通出書 出書,在解說林志堅那件事情,林志堅抄襲 碩士論文抄襲,他指導的抄襲是一個獵巫事件部 意思說,把林志堅玩弄,這件事 要他出書,還特別在解說這件事 夭壽啊,真的無體啊,無體啊 本來這件事,下到來 一生多在說謊的李連剉原文 從國安局全局長陳明通的新書 2022的協輪列污事件部 啊,同時啊,談林志堅論文門的死末 將於進入近幾天出版,內容呢 試圖還原新竹市前面的市長林志堅論文案的死末 啊,夭壽啊,其實啊,林志堅的案件實在很不透過 啊,甚至啊,這個案子一起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跟那個林志堅被報抄襲案 陳明通在三年內指導了三十個學生的事情 這個案子,因為林志堅要對新竹做兩次的市長 啊,人家就要捏,捏說他的論文是抄襲了 啊,捏下去了,我知道陳明通喔,三年指導三十幾個素博士論文 啊,還要收啊,這才會透過一點 啊,我這件事啊,啊,最後也證明了林志堅 大街上去邪輪會嘛,就針對蹟臨日堅的事情 抗林志堅來口試給你問 所以說台大協輪會也證明說 林志堅是切實的論文抄襲 就把林志堅這個論文這個收拾協會收回去了 現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以我的高度我去測試賀德溫賀教授 我那時候我就直接問賀德溫賀教授 賀德溫賀教授是台大法律系 因為今天明通是台大國發所所長 國發所所長很偉大 賀德溫賀教授他是台大畢業的 他去西雅圖拿到美國的碩士 回到台大任教 我直接問他 因為是台大畢業的生 而且他在台大任教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對台大的感情很重 那我就問賀德溫賀教授說 你對林志堅的論文抄襲案 你的感想你的看法怎麼樣 他講第一句話 陳明通啦 陳明通真是 開大了 我們都沒有去怪到林志堅 我一樣 我當初林志堅這個抄襲案的時候 我看了陳明通三年指導三十個學生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教授出問題 教授出問題 我們在工學院 我們做教授 我們在工學院裡面 絕對 那簡直是跟你的道德 道德完全沒有道德啦 出門 他過去買的當然是沒有道德啦 沒有道德 完全沒有道德觀啦 所以說我剛才腳掌上的 跟李慧希 李慧希是台北邦那裡 國立台灣大學 農經系 台大碩士 你去美國拿博士嗎 我跟他問 問喔 他幾句話 他說 這個喔 這個沒有法律問題 但是 這是道德問題 觀感不好啦 真的 道德問題 我們第一個感覺 就是喔 林志堅的論文抄襲喔 錯 是錯在陳明通 他我的官都啦 看喔 是陳明通喔 應該抓出去啦 台大這麼信任你 你怎麼把台大的這塊招牌拿來 當喔 垃圾桶一樣丟呢 欸 台大這麼信任你 你竟然喔 論文這樣抄襲到這種程度 這樣拼著拼著怎麼會透過錢 所以說喔 我們這個告示有記不 賀德文一下子爆發 差點掀開天花板 直接直接罵陳明通 我喔 其實我喔 我也是直接罵陳明通 因為喔 學生喔 有什麼樣的 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呢 我們直接喔 開幹的是幹誰 就是陳明通 一個指導教授 你怎麼會這麼無恥 把這個 這個人的 樣本 拿給他 然後呢 他們幾乎是 說詞論文是互相抄襲的 要想啊 我第一位觀念 學生沒有錯 你老師 問題出在老師 現在林傳媒 我剛才查 陳明通的英勇事蹟 我查林傳媒的 陳明通 謠生變成時間管理大師 回國陸委會主委 三年指導三十個畢業生 啊 你就知道說 看這多疲 欸 這如果我們說喔 我們真的喔 建校士啊 那可以七百十十的 啊 真的喔 看這樣 來來來來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喔 陳明通喔 歷年喔 林傳媒的都經理了 陳明通歷年指導畢業學生的人數 一年喔 2013開始到2020 12 6個 8個 11個 1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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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個 10個 我告訴你聽聽啦 像是我們講學校的高校 那一年喔 他只要四個五個六個 就差不多了 就百個多了 啊尤其四個五個六個喔 不要是博士喔 每一個博士喔 都博士入門喔 喔 那頭都很痛 那頭都很痛 啊 陳明通是包括碩士跟博士呢 我就不知道說喔 像我們電機的一年有在家出一個報紙就出了 碩士可能四個五個啦 他十二個六個八個十一個十二個八個十二個十二個十二個八個十個看 看他會透過一段了 來我們再來看 我又來丟臨傳媒又來寫 陳明通還沒有當官以前他的指導的畢業的政治人物 我看夭壽了 洪志坤 民進黨中指委 鄭文燦 桃園市市長 這就是他還沒人官的時候 他沒有人官的時候他指導了洪志坤跟鄭文燦 洪志坤跟鄭文燦這兩個影響性的人物 會安排 順便吃好到時候沒有大家都回來 就把所有開了後面的路 然後也開了陳明通 當陸委會主委 甚至於當國安局局長的官應路 看這個 如果我們教聖記不在說 丹明通 丹明通出問題 指導教授出問題 指導教授要維持協術倫理 不能夠讓學生的論文互相抄襲 那時候我要比想要什麼 我的師兄師弟 他做什麼我做什麼我們相互不了解 但是我們用同樣的理論基礎 但是他做的是整個研究發明的後面那一段 我做的是前面的基礎這一段 他寫什麼論文 我只知道他寫那個 但是我跟他不認識 不瞭解 我對他的論文 在碩士論文口說 就是到現在我也不曉得他寫什麼東西 想不到這樣論文 原來就是 未認官的時候 陳明通呢 碰到了兩個 民主進步動的核心分子 叫做洪志坤叫鄭文燦 很好到時候 沒辦法對後面幾天都回來了 認官期間的指導的 畢業的政治人物 包括誰 邱志偉 郭文 李拓子 王志勝 黃毅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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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秀 黃毅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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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時候最掌權的 潘孟安 屏東縣長 周錦文 鄭榮水林筆 林志堅 張志豪 甚至在陸委會 主委 我看見 丹阿明通 你沒有違法 但是這是道德問題 觀感不好 這種書你也敢寫出來 所以說 來啦 想得到的是什麼 是 當初 台大的邪輪會 邪室倫理委員會 尖對 林志堅 來來來來來 人家說你的論文 論文是超的 可能是代比的 我們講不講 來來來來來 我們考一下你的程度到底 真的是假的 因為 林志堅的論文 是做到市場的調查 有文件 有文件 有文件的話 我們台灣 有文件 一定會用到 SPSS Statistic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 這個 IBM公司的這套軟體 SPSS 我是管理研究所 我是國防管理學院的資源管理研究所 我們班上很多的會計的 我們班上很多的會計的 甚至於 職員管 職策 職策職員的 物理的 他們有做到問卷的話 他們會 我曾經 在國安部上班的時候 我們針對 中山科學研究院 一萬兩千個文件 我使用SARS Statistic Analysis System 這套軟體 去亂出 整個結果 用得非常好 所以說 林志堅 他做的是多變量分析有關的選舉的文件 他連SPSS 連SARS 他都不知道 你怎麼能夠做多變量的分析 我就想不懂 現在台灣目前有兩套 SPSS和SARS 這兩套 可以讓你用在市場文件 或是選舉文件 文件一定會用到 如果任何碩士論文 博士論文 寫到文件 一定要用到 SPSS 跟SARS 他說SARS跟SPSS 他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看來要脫鉤一下 這協論 我怪協論會說 你這個 聽到不夠 聽到不夠 都直接把林志堅打下去 林志堅打下去 以後 現在 大家已經都沒聲沒聲了 兩年三年以後 現在檔仔明通 他說 他說 林志堅是完翁 阿嬌 阿嬌 我 賀得分 我們第一個反應 就是罵指導教授 怎麼可以讓學生 台大這麼信任你這個指導教授 讓你能夠 盡量的 盡量的去 用你的Style 去指導學生 沒想到 你竟然 把台大的招牌 砸在地上 合格在台大的 世界排名 六十幾 是 電機在稱 電機因為我們台灣的 IC設計 製造 封測的技術 世界一流 所以說我們台大可以 入面全世界排名 一百名之內的國立台 是電機的 是工業 如果這個法商協院 在這裡 還會討厭 我說的 所以說 Headline 一生都在說謊的女人 前國安局局長 陳明通的新書 2022的邪輪 列屋事件部 同在 談林志堅論文門的始末 將於進入吃盤 最近要出版 內容 試圖要還原新竹市 是前市長林志堅論文案的始末 我再說一個結論 不要這樣 逃脫 假說假逃脫 真的 我這樣跟你說 你的這本書 或許會很暢銷 因為 大家要知道 你的腳踏跌幾股 真的 我們這個稿子 知道 論文抄襲 被人家押到這個程度 直到教授要 你拿出來唱什麼 但是這沒有法律問題 因為台大相信你 國法所所長 這是道德問題 官感不好 這就是李慧希所說的 他沒有法律問題 道德問題 官感不好 現在讓蔡英文這八年 過去八年 變得 李毅蓮無恥 都沒得到 也不管人民的官感 硬幹 所以說這就是 勝利 真妙方神教授 感謝 鄉親教授 OK 如果有什麼意見 請人家給我意見 OK 謝謝 謝謝